同学们呼吻交通安全口号之后 马上向前狂奔 原来前面有人摔伤了腿 学生马上拿起了木板 以及三脚筋固定换处 这是由消防局举办的 意外急救宣导活动 国中以及高中学生 紧急救护即时竞赛 主办的消防局第一大队大队长 林坤龙表示 比赛按照紧急救护的规范来评分 教导国中高中学生救护要领 希望救护能量能够向下扎根 日后也能够救急救人 就是按照我们紧急救护的规范 来做来做评分 那我们希望说 在这个救护的向下扎根 在国中高中 让他们都有救人救急 那以后到社会上 真的是碰到事情都可以用到 注意安全到安宣誓 即意外急救竞赛 分成高中直主以及国中主 共计37对参加 分别针对机车骑乘 自行车骑乘注意事项 开车系安全带 以及用路人注意事项等等 先请参赛者用大声工 宣示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然后进行交通意外照护演练 演练的内容包括骨折固定 CPR加自动心脏电极器实施急救 头部撕裂伤以三角筋包袱 与综合演练等四项评分标准 学生们展现平时参与急救训练的成果 爆炸过程必须又快又准 相当考验记忆力以及反应力 学校这样子拍我们出来 这样是让我们在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能服务病患或是伤患 看到事故可以去帮人家爆炸 就是临时帮他做一个处置这样 可以让他们平常熟练自己在学校 学习到的技能 那给他们一次经验一次体验一次比赛也会紧张 那这样子万一在未来遇到状况的时候 确实他自己会想到说 曾经有这样的比赛经验 或许真的可以帮助到其他人 我今天带四个学生下来 参加这个县政府的一个交通安全的比赛 那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对学生很有意义 因为就是除了让学生可以了解 就是在遇到紧急为客状况的时候 当下我们该怎么样的处置 那因为学生可能在不管是在学校或者在出去玩 跟家人的时候 难免会碰到一些可能紧急发生的状况 那这时候如果学生有一些基本的尝试 跟一些急救的概念的话 这时候他们不至于会很慌张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围棋处理这样子 那可以更帮助学生了解 那可以跟学校或者是跟家人分享 那也可以让家长有一些观念这样子 比赛相当严苛 除了要包扎确实之外 裁判也拿着马表计时 如最后检查时包扎不确实 还必须扣秒数 为了让学生们真正了解 以及运用包扎以及固定技巧 消防局可是样样都不马虎 希望学生透过活动了解各项交通安全知识之外 也藉由交通意外急救竞赛的训练 增进同学们救人以及治救的能力